针对生产式拉叉 辣椒酱 由华人开设的汇丰食品公司 是否为公害的议题 而Wendell市议会在9号晚间投票表决 判定从汇丰食品公司 飘散出来的辣味是公害 要求改进 而汇丰食品公司的负责人 陈德则表示 早已预料到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本来说一个人最怕进错行 我可以说进错地方 感觉把场设错了地方 是汇丰食品公司的负责人陈德 在得知而万调市议会 把他们列为公害后 深切地感叹 而万调市议会在9号晚间 以不具名投票的方式 通过汇丰制造的辣味是公害 预计汇丰将有90天的时间 做出改善 陈德表示 现在市府要求汇丰 加装辣味过滤器 所以他们正从这点 寻求改善方法 现在南岸空气管理局 我们再跟他配合 听他的指导 要用什么系统 要怎么样做 我们会跟着做 陈德说南岸空气品质管理局 推荐他们用活性碳过滤器 所以不管多贵 汇丰都会装设 但是如果市府仍然不满意 汇丰的做法 便有权利直接进入厂房 加装市府认可的辣味过滤器 然后要汇丰付费 如果汇丰不愿意接受的话 便可能面临被关场的危机 针对这一点 陈德说他们不排除签厂的可能 如果他不喜欢我们的辣椒味 那我将这个厂房变成储存和出货 在别的地方生产 至于要把生产线搬到哪里 陈德说暂时没有想法 令他意外的是 汇丰反倒因为近来媒体的大幅报道 业绩暴增 是拉差辣椒酱卖到供不应求 似乎因祸得福 除了昨天的公厅会之外 而万调市府其实已经把汇丰 告上了洛杉矶高等法院 指控汇丰违反契约 并且制造公害 双方将于今年11月再度法庭上见